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叶子摘回来之后要先洗一下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虫子的粪便还有鸟死蜘蛛网这些 洗了之后出的卫生一点 现在阿姨在这里烧点火把这个水煮开了 等一下烫刚摘回来的叶子 在四川这边他们的这个锅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掉起来还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 现在这个的话基本上像我们年轻人 那我们来奶奶做的 这块要撕伐了 像我妈妈进去的那些 做这个凉粉最关键的就是要放这个碱灰 然后这个料的话要把碱灰 然后这个料的话要把碱灰 给挤出来 然后等一下放凉了就盛凉粉了 现在这个凉粉已经凝固了 现在我们拿去做一点奶酥 这个是我们提前做好的那个辣椒酱 然后加一点 这个要加我们四川那个泡酸菜的那个酸水 这个要加我们四川那个泡酸菜的那个酸水 这个要加我们四川泡酸菜的那个酸水 现在把它拌匀一盒一盒 万一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凉粉 好的 你先吃啊 一起吃啊 味道怎么样 很好吃的 我也很多年没有吃过了 第一次吃的这种用树叶做的凉粉 哇 太好吃了 小伙伴们你们家乡 有没有用这个树叶做的凉粉呢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欢子TV 我们下期再见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